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编动 那大家看到我这只角色呢 60集大概就知道我又干了什么事情了嘛 那最近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 其实都播这一只 那为什么我要练这个呢? 有些人就好奇说是不是为了要练三角分身流 这个答案呢是没错的 我就是要为了练三角分身流 可是呢更重要的意义并不是 在这一次的测试里面 我们更重要的意义是要测试 雷神呢在我一样的机体 应该说一样的装备 然后甚至呢这个技能嘛 还是只有这种白技的情况下 那可以用多快的速度把它练到60集 那根据这个测试啊 雷神的这个练功速度真的是 非常的快哦 那我原本预计大概1.5天就要 把它练到60集 不过呢最后的测试是一天 再加上三分之二天 也就是说我用了42个小时 来练这支雷神 然后把它练到60集 那虽然说这个速度呢 比我预估的还要慢了一些 不过这之间其实是因为有一些 这个小小的这个插曲哦 比如说我可能突然被人家杀了 回村了挂在村庄里面没有发现 可能挂了两三个小时没有发现 然后看到的时候呢 也不知道在村庄里面当村长多久了 反正呢如果说我这个时间 通通都把它省起来的话 练好练满时间的话 应该还是有机会在1.5天之内达成 那以我的机体来讲 都已经可以这样子了 那相信对于大家来讲 也是不难的事情哦 不过雷神这个职业你说 是不是完全适合所有的人 来练这个分身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不一定 虽然说雷神他本身 就有不错的这个练功效益 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机体不一样 一开始能挂的地方也会有所差距 所以这个就会影响到大家练功速度啊 但是又话说回来 如果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账号 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相信雷神的练功速度呢 应该还会比你练这个暗黑骑士 还要来得快 那如果说你要练雷神的话呢 诶真的哦 没4000万 没4000万不要练雷神 雷神这个职业 一开始就是最伤的时候 因为他要买非常多的这个技能 然后呢花非常多的这个金币 有些像这一招 这招就要3300多万啦 那上面这些技能呢 都要至少还要好几百万 好所以雷神这个职业 他第一个练功很快 可是呢中间的花钱速度 也算是很快的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会怎么样来玩这个 我自己的账号呢 诶就请大家 我们实况的时候呢 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 好那这个影片呢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结果到这边 好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就下次来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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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